市長我真的看開報紙之後 我怕到 因為這個佈局算是一個蠻震撼性的 你傳出來是說有經過相關的協調 那桃園市長鄭文燦來協調人選 有可能你要轉戰來選桃園嗎 我想這個事情 都是在近期 都是一些媒體的預測 那這一段時間其實全國 中央地方 大家都在忙著防疫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像我和總統 近期的見面就是上週總統來新竹 參加我們新竹市 居家關懷中心的現場作業的流程 並且慰問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還有這一個工作的同仁 所以那一天我印象也很深刻 也來了許多的媒體朋友 我都特別跟大家說 今天我們就談防疫 不談選舉 因為這個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那民調上近期 我不知道黨中央有沒有做 那我自己當然是不可能 去做桃園的民調 所以我從來沒有看過 那我是這樣 我是這樣看 以現在桃園 鄭文燦市長 他在 市政的工作上 都有很好的成績 那現在 桃園在地 也有一些人選 所以這個事情上 民進黨 我們現在執政 中央是我們執政 桃園也是我們執政 所以此刻 我們應該還是要防疫優先 這個選舉這件事情 現在 談這個不是民眾所期待的 坦白說 應該要先把這個防疫工作做好 我看到媒體的報導裡面 有講到一個部分說 如果你真的會動的話 是要確認好新竹接替的人選 你安心之後 你才有可能再做一些新的佈局 這個考量 就是說 見報的部分是對的嗎 這個昨天 媒體的報導 我覺得是不對的 報導裡頭似乎說的是說 我有同意要去桃園 但是 新竹接棒的人選 要是我屬意的人 這個我想會藉這個機會要澄清 這個 對於每一位即將卸任的市長來說 因為過去大家努力了8年的時間 都會很在意政績能不能延續 所以沒有屬不屬意的問題 只有有沒有辦法找到好的人選 讓市政能夠繼續接棒 延續下去的問題 我們非常謝謝志堅市長 接受我們的連線 來我們另外來看到是有關於 這個國民黨的桃園的部分 我們來關心的是 那國民黨桃園這一局 演到什麼樣一個程度了 敬平哥你應該是比較實際 所以我先跟你做請教 張善政他不是見了萬美林嗎 見了魯明哲嗎 可是問題是有一個很關鍵 靈魂性的人物 呂玉玲委員 沒有見到 那我要請教你 因為你的評論蠻尖銳的 你說我不知道你說是張善政還是朱立倫 有講到說是政治渣男的部分 我說朱立倫 朱立倫是政治渣男 那他負了誰的心 他是負了誰的心 應該是這樣 因為這段時間 我覺得我跟張善政不認識 我對他也不熟 也沒有什麼這個好惡 然後他也是林富平 還算真的不錯優秀的一個候選人 學經歷什麼都優 但是因為他在出現的過程 我覺得被國民黨中央真的害到他 還有朱立倫在提名過程 你問我說為什麼 我會覺得朱立倫黨主席 在這個過程當中 表現得像政治渣男一樣 第一個 張善政現在 他去找這些當事人是對的 這也是邱玉勝議長 之前一直講的 你不要本末倒置 因為我的了解 我跟這個相關的當事人 也都熟識 然後在最近這一個禮拜以來 自從這個宣布通過 突襲式的提名張善政 徵召他之後 我也都問過當事人 而且我也知道 他們的一些狀況 甚至有的事情 就是發生在上禮拜三 那一兩天的那個末日 所以其實你說的是說 魯明哲也覺得朱立倫是復興漢 李玉玲也覺得說 朱立倫是復興漢 可以這麼說 其實這一些當事人 心裡面都會有一些 就改有為不諒解 秦菲委員選舉過 宇曹老師也幫人家浮選過 如果你像李玉玲一樣 才剛上一百多兩百面的廣告看板 你一面算多少錢 我不要跟觀眾朋友講 委員你們自己算 可能台南跟桃園的物價不一樣 但是才剛上不到一個禮拜 你心裡面作何感想 就是我錢都開下去了 我資源都放下去了 你錢花下去了 所以李玉玲不見了 你活動也辦了不少 雖然沒有大規模的 有些是私底下不敢公開的 你活動也辦了不少 你的宣傳車都出來跑了 然後 而且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國民黨中央秘書長 黃建廷 還有朱立倫主席都先後 尤其是朱立倫碰到了李玉玲 跟他講說 你的民調有起來 加油啊 你要多刮一些廣告看板 讓大家都認識你 尤其是北區 我們桃園是分南北兩區 南逃跟北逃 你要多刮一些看板 要不然這個知名度和民調 短期內很難提升 那這句話是不是等於 主席鼓勵了李玉玲 讓他掛了更多看板 所以掛不到一個禮拜 偏偏掛完之後 他那天早上 他先生陳萬德議員 還跟我再借幾面看板 說他們還要再多刮一些 問我可不可以 我說好沒問題借你 中午就聽到徵召張善政 我也傻眼 我也拍誰去說 李玉玲委員 你們還要不要 我已經決定借你 我這不是在傷口上撒言嗎 我都不敢問 這樣我也不好意思 因為他跟我借我答應 我覺得要幫他 那第二個 所以你讓李玉玲把錢投下去了 也讓他看板 掛了一兩百面 在全桃園市 這樣子撒下去 因為你跟他說民調 這樣子才會有起色 加油 第二個 所以意思是說 是他鼓勵他把資源投下去的 對啊 你黨中央叫李玉玲掛看板 要不然民調怎麼短期內有起色起來 那人家掛了 你又不提名他 這急 你是覺得他家很有錢 所以這樣子花沒關係是不是 然後還有第二個 你上禮拜五 上禮拜六禮拜天 應該是說在國民黨 這個提名 禮拜三的提名那個三四天前 黃建廷秘書長 跟這個魯明哲 禮拜六禮拜天都聯絡了 還有這個朱立倫 那告訴那個魯明哲委員 因為魯明哲一直在桃園市民調第一名 然後這個 這個大家民眾也都支持著 也都看好他 也都希望他出來 他本來一直鬆口不選 好不容易你朱立倫主席 跟黃建廷秘書長 你告訴魯明哲跟魯蛋哥說 哎呀這次國民黨要提名 可能會徵召你 你不可以再拒絕 這樣子讓黨中央很尷尬 這樣不好看 那你說他講到這個程度 你不要再推遲 一直勾聲 然後結果新郎又不是他 所以在 你看看沒有 在這個5月18號 中常會通過徵召提名以前 5月15 16號 你跟魯明哲這樣講 魯明哲那個時候5月15 16號 就有這個新聞流出來了 就有那個 你們去Google一下 我沒騙大家 你去看那個時間點 注意一下 有沒有5月15 16 禮拜六禮拜天 那時候的新聞 就有提到說魯明哲點點 若徵召提名 會認真考慮 然後很多新聞媒體的標題 就寫鬆動 態度鬆動 鬆口 對不對 為什麼 我問過當事人 那就是表示 長官已經跟他講 可能會徵召提名你90%以上 會提名徵召 你不要再拒絕 你可不能再推辭 我覺得你真的罵對了 你那四個字用得很精準 然後魯蛋哥怎麼講 我問過魯蛋哥 魯明哲就說 好我知道了 他說好我知道 他沒有說不要 他之前是說 成功不必在我 但功成必定有我 他都是用這樣推辭 但現在他已經算是明確說 好我知道 好最後 他們又跟羅志強講 你就繼續走 反正民調也不會 把你排除在外 然後這個的確羅志強的民調 幾乎跟魯明哲 一直在第一的 有快超過死亡 黃金交叉了 差2% 3%的這個差距範圍內 羅志強也跟我講說 黨中也說沒關係 你就繼續走 可能會到了六七月才決定 所以我們大家就各自努力